主料,高筋面粉210克,低筋面粉90克,棉白糖24克,酵母6克,水217克,辅量,高筋面粉210克,低筋面粉90克,棉白糖96克,精盐3克,奶粉24克,鸡蛋102克,水46克,豆油40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。 将主料,及酵头原料混合,搅打至云,发酵至按下面团不反弹不塌陷,内部成蜂窝状,在30度左右的温度下大概需要2小时,将辅料,及主面团原料与8号的酵头混合,搅打至面团出膜,放在温暖处发酵至2.5倍大,取出面团,排气,揉匀,平均分成6个面团, 将每个面团揉搓成长条,对折,两端向相反方向扭,然后打成一个结,将尾端塞入中心,做好的生皮摆入烤盘,放在温暖处发酵至如图,烤箱预热180度,下层放一碗热水,碗必须是耐高温的,18分钟左右,烤好后,取出立即涂一层豆油, 第二天变软之后,口感特别好,烹饭技巧,溢水的量不要一次加够,要根据自家的面粉的吸水量有所调节, 二脚头发胶质按下面团不反弹不打血,内部成蜂窝状,在30度左右的温度下大概需要2小时, 三鸡蛋的量大概是两个小的鸡蛋,四烤面包需要在烤箱下层放一碗热水,碗必须是耐高温的,这样可以保持面包的湿度, 五脱油的面团变凉后,用保鲜袋装好放一天变软后口感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